弟兄们来到第八篇信息的导演被讲 这次一共有这个八篇的信息 那这个有弟兄们来研讨讨论一下 这八篇信息 把一些这个粗浅的看法分享一下 可能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记得这八篇信息 这个第一篇说到这个因素就是新的复兴 那什么是新的复兴 新的复兴其实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异象加上实行 把我们所得着的异象实行出来 就是新的复兴 就是异象加上实行 所以第二篇就开始讲这一个异象 这个异象就是这一个时代完整的异象 那之后呢就都说到关于这个实行 有第三篇说到在身体的感觉里实行 我们造会生活 第四篇这个关于权柄 其实就是我们实行尊重基督这个独一元首的权柄 那同心合一就是我们实行基督身体的一 就是纳林的一 那为着造会生活的实行 这个反面的来说我们需要来对付我们天然的个性 那为着带进基督生的时机 我们需要实行相调 要有相调的实行 那最末了就终极完成的因素 就是要有得胜者的这一个因素 能够完成神圣的经论 并成为新耶路撒冷 想特别在第一篇跟第五篇 陈史蒂翁在这两篇都很强调关于实行 他第一篇就说到我们有三个重要的词 就祷告实行跟坚定持续 那第五篇陈史蒂翁也强调说 今天这些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们要把它实行出来 意象加上实行 能够带进这一个新的复兴 那我们来看到关于这个第八篇 这个最末了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我们把第八篇篇题一同读一次 在恢复的造会中过得胜的生活 以终极完成神圣的经论 并成为新耶路撒冷 但在恢复的造会中过得胜的生活 上次也就在讲得胜者 所以其实这个因素就是得胜者 得胜者能够终极完成神圣的经论 并成为新耶路撒冷 我们请弟兄们先 这个各个导读一下 这四个大点 这个是否会并成为新医生 这个是否会并成为新医生 这些地方都有各个导温 我们先试衍 这些地方就是假论 尤其是否会并成为新铁 当然能够地 所以是否会并成为我们的 係除机宫 至今 但是我会并成为新铁 好弟兄们 我们导徒就停在这里 好想这边信息 它的结构 算是相对是很简单 很清楚的 主要就是根据这个经文 第一大点就先讲 这个因素 其实就是得胜者 所以第一大点 主要在讲得胜者的产生 大家可以先把产生 这个词画一下 产生还有负担 另外还有讲到关于 对得胜者的应许 这是第一大点第二终点 所以第一大点讲得胜者 从这三个方面来讲 得胜者的产生 得胜者的负担 还有对得胜者的应许 接着第二大点就来讲 这个得胜者是在恢复的照会中 所以就用这个启示录三章七节和八节 大家看这个启示录三章七节八节 就说到非拉铁飞的照会 就是说到在非拉铁飞所预表这个恢复的照会 那第三跟第四大点 就说到对非拉铁飞照会 这个得胜者的应许 或者也可以说叫做给他们的赏赐 就是这个赏赐 启示录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上半 就是第三大点 说到这个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然后得胜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住址 这就是第三大点 然后第四大点 就是第三章十二节的后半 三章十二节的后半 是给非拉铁飞照会得胜者 这个另外一个部分的应许跟赏赐 就是要把神的名 神臣的名 还有我的心名都写在他上面 就是说到得胜者要由经过过程 并终结完三神所构成 并且成为新耶路撒冷 心腹就是高阳的七 好 我想等一下这个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经文 可以两两彼此对说一下 第一大点就先讲这个因素 叫做得胜者 讲他的产生跟负担 然后第二大点 就用启示录三章七到八节 讲非拉铁飞照会 然后第三大点 就是这个三章十二节的上半 说到神殿中的住址 第四大点就三章十二节的下半 说到这个被构成成为新耶路撒冷 好 我们彼此对说一下 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先对说到这里 来看一下第一大点 第一大点我们说到 主要说到得胜者的产生负担 还有给得胜者的应许 好 那所以这个第一大点的 第一终点 实际上就是在说到 关于这一个负担 得胜者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那这里这个圣经说到 关于这个新耶路撒冷 其实新耶路撒冷这个词 在整个启示录就出现两次 第一次就是在这个三章十二节 给这个贝拉帖被造会的应许 就说到 关于这个要把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名 写在他上面 另外一次就是在二十一章的第二节 二十一章二节 那里说到新耶路撒冷 那这两个新耶路撒冷 作为给得胜者的赏赐 那二十一章二节 那个新耶路撒冷 就是勇士里的 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 圣经就是这两次 提到了新耶路撒冷 其实他是说到这两个阶段的 所以一小点 没有得胜者 基督的身体就无法建造起来 而基督的身体若没有建造起来 基督就没有办法回来迎娶新付 这里是一个关键词 就是得胜者 还有身体 还有心腹 二小点 基督作为七倍加强赐生命的灵 所产生的得胜者 这里就是要产生 产生是由基督作为七倍加强的灵 那这个七倍加强的灵 我想它相关的经文很好记 就启示录 一四四五五六 这很常用到 大家就记这三组数字 一四四五五六 刚好都拉最后一个数字 再把它拉到前面 这个 就这三 这说到关于七倍加强的灵 产生得胜者 那这个得胜者 就这里就分三阶段来讲 今世就是建造身体 国度时代 新入沙冷的初步完成 就我们刚讲的三章十二节 就是讲国度时代新入沙冷初步完成 然后为着新天新地新入沙冷完满的完成 就是二十一章二节 所以它可以记整个 启示录讲两次新入沙冷 就是这两节 一节讲国度时代新入沙冷初步完成 一节讲这个新天新地里新入沙冷终极完成 二终点就讲到关于给得胜者的应许 启示录二三章七封书信中 每一封末了主的应许都说出 得胜者现今的享受 以及要来千年国给他们的赏赐 下面引用的经文就是给七处造会 都是一样的原则 比如这个第一处是给予福所 今世就享受这个生命树 基督作为生命树的果子 在国度也享受这个神乐园 这个神乐园也是指得在国度阶段的 这一个新耶路沙冷 这是神的乐园 所以一小点 我们若要在今世 若要在来世 请去享受主的快乐 得着主做我们几大的赏识 又必须现今在今世迎合他 并忠心的享受他 二小点 我们今天若不忠心的享受 并经历基督做他 各样应许的实际 就不能在国度时代 有份这些应许的实现 大家把原则画起来 这个应许的原则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琐事要成为我们的赏赐 大家可以彼此对说一下 就讲他的产生 他的负担 还有他这个应许的原则 阿们 好 好 我们对说到这里 然后我们来到第二大典 我想因为这大家都蛮熟的 我们就先不量量导读 我们直接讲 这个二大典就是从这个 飞拉铁飞造会 这个启示录三章七节跟八节 这里来看 他如何来预表恢复的造会 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重点就是从飞拉铁飞 这一个城市的这个标称 从飞拉铁飞这个名称来看 然后二三四重点 就是讲到他的两个主要的特征 就是遵守主的话 没有否认主的名 那第五个重点就在讲说话者 讲那个说话者是谁 所以第二大典就是分这三个重点 第一个讲飞拉铁飞这个名字的意义 二三四讲他的特征 第五讲说话者 说话者是拿着大卫钥匙的那一位 我们先来看第一重点 关于飞拉铁飞 飞拉铁飞造会 预言性的描绘 他原文的意思就是 弟兄相爱 这个叫原文的意思 另外他预表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在十九世纪初期 英国弟兄们所恢复正当的造会生活 所以这个名称 第一个从原文来讲 就是弟兄相爱 第二从预表的意义来讲 就是正当的造会生活 接着我们来看特征 二重点 第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遵守主的话 三重点 第二个显著的特征就是 没有否认主的名 所以四重点就把它摆在一起 回到主纯真的画 高举主的名 是主恢复中最感人的见证 五重点就讲说话者是谁 我们知道是让戚风书性的结构 几乎都是一样的 就是讲这个 他的名称 然后讲他的特征 讲说话者 然后再来就是给他的应许跟赏赐 所以我们等一下读三四大典 就是应许跟赏赐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说话者 五重点这里说 对于会部的造会 主是拿着大卫的钥匙 大卫的钥匙 在这里我们来看三个词 大卫的钥匙怎么解释呢 第一个它是国度的钥匙 国度的钥匙把它画一下 第二它也是什么呢 就在第一小点 神家之宝库的钥匙 神家宝库的钥匙 然后大家再往下看第三小点的 A小点 A小点 神治理的钥匙 所以大卫的钥匙 大卫的钥匙 说到这是神国度的钥匙 也是神家宝库的钥匙 也是治理的钥匙 我们知道大卫 对不对 大卫这个征战 建立了国度 预表就是建立了神的国 而且大卫为了建造神的殿 预备了材料 就是建造神的家 所以它就有这个管制 治理的权柄 所以说到它是国度 也是神的家 也是整个神宇宙治理的钥匙 好 那这些钥匙 有它不同的讲究 对不对 我重点讲 国度的钥匙 就是说到权柄 权柄的钥匙 那另外呢 这个也是说到神家 是宝库的钥匙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五终点下面第二处引经 以赛亚说的12章12节 必将大卫家的钥匙 放在它的尖头上 这里是用以利亚 进来预表基督 所以这钥匙很大 这钥匙不是拿手上 是尖头用扛的钥匙 所以这个钥匙 就是一小点 这是神家 由那为着建造神国 大卫家所预表 这宝库的钥匙 那神家的钥匙 保存了什么呢 二小点 大卫钥匙是为保存 神家一切的宝藏 就是基督一切的丰富 做我们的享受 所以这钥匙是为了保存 那第三 也说到 大卫钥匙是为了开启 它是为了保存 神也是为了开启整个宇宙 这一面是讲到这个钥匙是 关于神治理的钥匙 所以说大卫代表神 在地上建立了神的国 就刚刚解释过了 所以就有神治理的钥匙 基督是真大卫 更大的大卫 建造神的家就实际的店 并且建立神的国 他在其中施行 他完全全品代表神 因此他拿着大卫的钥匙 下面马太福音 这大家都很熟 马太福音一章一节 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这里他又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 意思是他讲他是真大卫 然后下面 马太福音十二章六节 这里有比店更大的十二章八节 人使是安息得住 说到他是真大卫 他是更大的大卫 那西小点 我们看基督拿着大卫的钥匙 这表真 他是神经轮的中心 他是彰显神并代表神的那一位 他拿着钥匙要开启神 管制权下的一切事物 好 那我们把这个点 稍微简单的复习一下 这个点就是用 启示录三章七节和八节 来说到关于恢复的造会 就是由非拉铁飞造会所预表 第一个 从非拉铁飞这个名 从两个方面来讲 原文的意思跟预表的意思 再来就讲他的两个特征 再来就讲说话者 是拿着大卫的钥匙 然后从三个方面来讲 大卫的钥匙 好 彼此对说一下 好 彼此对说一下 好 我们就对说到这里 再来第三和第四大点 就是说到主对于非拉铁飞造会 得胜者的应许 也可以说是赏赐 那这个第三大点 这个主耶稣要使恢复 这造会中的得胜者 成为那建造到神殿中的柱子 就是根据起乎三章十一节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还有十二节上半 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 那下面这个四个终点 一终点就讲柱子 二终点就讲殿 讲到关于什么是神殿 然后三世 三世就是讲做柱子的两个阶段 第三是讲到在造会生活 现今做柱子 四终点是讲在国度里 在国度新耶路撒冷初步的完成里 来做柱子 所以看这边思想 其实他一直在讲这个原则 就是说我们今世的 我们在灰北造会中所过的生活 就要成为我们来世 在国度里的奖赏 我们先来看一终点 柱子是什么呢 柱子在我们经历上就是变化 主变化我们 而什么是变化 就是带走天然的元素 并神圣人的素质顶替 变化带走顶替 把外价 接着就叫我们做柱子 一小点解释这个教 教是什么呢 起初三十二节 教就是教我们构成一样东西 以创造的方式构造我们 所以今天造会生活中 主圣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 教我们做成构成神殿中的柱子 所以这个教的意思就是做 做到里面 还有做成 还有构成 那二终点就在解释 那这个殿是什么 根据起初二十一章二十二节 我们看见 在信物撒冷里 三神自己要成为殿 我们看起初二十一章二十二节 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成的殿 所以一小点 得胜者在殿中做柱子 就是他们要在三一神里做柱子 二小点 这包含三神调和并由他构成 那三重点就在讲 今天的照会生活 得胜圣徒为三一神里的柱子 加太书二章九节 视为柱子的雅各基法和约翰 所以这里就说在 赵会里面 信徒当中那些特出的人 那些人就是柱子 像雅各基法和约翰 讲到信徒当中这些特出的人 他们就是柱子 那这些圣徒会感觉到 赵会实际上不是别的 乃是三一神 是使用金灯台是赵会的象征所指名 所以二小点 今天赵会的柱子就是三神的柱子 他把今天画起来 今天是在赵会里 然后在来世 这些得胜的信徒 要在神殿中做柱子 神的殿就是神自己 所以他引用的经文三章十二节 对三章十二节 那里讲的是来世 但是又用了二十一章二十二节 其实这里已经是到勇士 所以其实都有这三段 赵会生活 然后在国度作为赏赐 还有在勇士 行入撒冷终极完成 第三小点 由此我们看见做成柱子 包含三神与中心的信徒调和 并构成到他们里面 所以第三强调是今天的赵会生活 第四就是强调 关于是我们来世的奖赏 说到 这就是第十一节讲的 我们如果这样做 主会把我们做成神殿中的柱子 就是三章十二节 这里就是指的 在来世国度的时候的柱子 大家给彼此对说一下 世上就在讲柱子 然后再讲神殿 然后今天赵会生活中做柱子 然后在持守所有 也是要在国度做柱子 好我们来到第四个大点 在恢复召会中的德圣神 是由经过过程 并终极完三神所构成 并成为新耶路撒冷 心腹就是羔羊的七 所以这里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 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 这是指的 终极完成的新耶路撒冷 所以圣神新耶路撒冷 由神爱从天而降 就如心腹装饰整齐 然后二十一章的九节 说到我要将心腹 就是羔羊的七子给你看 心腹跟羔羊的七也是指着两个阶段 这个的圣者 在这个国度 是作为这个心腹 然后这个整个新乌撒冷终极完成 是作为羔羊的七 心腹是在千年国 神的千年如一日 就像婚娶之日之心腹 但在永世里是羔羊的七 所以我想在这里一直让我们看到这个思想 在造会 在国度 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 好 一终点 圣经管制的异象乃是 实际上这个就是第一篇信息 也有讲过这句话 就在讲神永远经伦 那我们讲到圣经管制的异象 或讲神永远经伦 其实我们如果把它拆成四句话来记 就会比较容易 通常他第一个思想就是在讲三一神 对 然后第二个思想就在讲我们 讲三部分的人 那第三就是在讲身体 第四就讲新耶路撒冷 只要讲到圣经管这一项 或神永远经伦 虽然可能有不同发表 但总是这四个要点 第一个就是三一神 是要将他自己做到他所 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 那第二个部分就说 那我们这一帮人怎么样呢 就被神圣三一 浸透我们全人 我们这样的一帮人 第三就是为了产生病 建造造会做机会的身体 第四就是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二终点新耶路撒冷 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 相调并建造在一起 所组成的一个实体 一切的组成成分都有相同的 生命 性情和构成 因此是一个团体的人 所以第一重点在讲 圣经中管制的意向 第二重点就在特别在讲 新耶路撒冷 究竟什么是新耶路撒冷 那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跟二十三节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十四章 是常常被误解为 所谓的天堂的一段话 那这里就讲到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 说到我在我父里面 这就是彼此相互的内在内住 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 最后一句话就说 安排住处 这里的住处就是指着 神与人一个相互的住处 那这相互的住处 终极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 怎么说呢 我们看起书路二十一章三节 看哪神的藏目与人同在 他要与人同住 新耶路撒冷作为藏目的一面 就说到神成为人 住在人性的藏目里 藏目是讲神成为人 住在人性的藏目里 与人同住 那大家再往下看 倒数第二处经节 二十一章二十二节 主神全能者和高阳为成的殿 这里是殿 是说到人成为神 得住在神性的殿里 所以这个柱子会在殿里 事实上就说到这个柱子 其实都被做成神 被构成为神 叫他在神殿中做柱子 就是把他做成 把他构成 成为神 得在神性的殿里 所以从藏目 神的藏目跟这个殿 我们就看见 这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神性人性的调和 相调建造在一起 成为一个实体 一小点 新耶路撒冷是神经轮 这中心意向和神圣启示 这高峰的终极完成 所以我们知道 新耶路撒冷就是 意向启示 这个极起大成 就说到 这个二小点 事实上二小点就在讲 这个就是讲到神 讲到人成为神 新耶路撒冷是由蒙神 所拣选 救赎 重生 圣别 更新 变化 模成 并融化 而成为神的一般人 所组成的 A 我们成为神 以及我们由经过过程 并终极完善神所构成 是我们在生命和心理上 成为神主要团体的彰显 B 信徒成为神 乃是一个过程 这过程 有一个终极完成 就是新耶路撒冷 就是最高的真理 最高的福音 接下来第三个终点 实际上就是这一个大点 最主要的一个根据 就是启示物三章十二节的下半 我要将我 这里说到三个名 一个是神的名 另外一个是神城的名 这城就是 对 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心名 都写在他上面 下面 一二三四小点 一小点在讲 有这个名在他上面 到底是什么意思 二小点在讲名 在讲名 解释名 三小点在解释这个写 写到他上面 四小点 就在讲 这是一个奖赏 那我们先来看 一小点 有名字在上面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有这三个名写在上面 这指明得胜者 为神 信用三章 还主所得着 把得着画起来 然后分点之后 神自己 神的城和主自己 也属于得胜者 把属于画起来 然后再一个分点 并且他与神 信用三章 主是一 把四一画起来 所以在上面有这个名 就有这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个是被得着 第二个是属于 第三个是是一 二小点就在解释这个名 名是什么呢 神的名就是神自己 信用三章的名 就是神的本身 主的名就是主自己 那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将神的名 信用三章的名 并主的名 写在得胜者上面 就指明神的所事 信用三章的性质 还有主的人位 都做到得胜者里面 这将所事性质 人位都被坐到他里面 这就是血的意思 第四小点 说到新入三人 要做得胜者奖赏的话 指明这应许 要在千年国 所以这里有强调 我们一再的重复 这个思想 今天我们在恢复的 照会中 过得胜的生活 就要应许 我们要在千年国 得做这个奖赏 阿们 好 大家可以把这一段 讲一下 这一段就在讲 根据这个 主要是根据启示录 三章十二节下半 然后先讲 圣经管制的意象是什么 分四句话来讲 这来就讲 先入杀人是什么 接着就来解释 三章十二节下半 我们好 彼此对说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